局長,我們進入第三個環節 這個環節就跟局長說一下 我們現在即將會推行的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就是大家熟悉的垃圾徵費 其實這個徵費將於今年年底就會推行 市民就需要購買一些適合的尺寸的膠袋和標籤 去包妥他的垃圾才去處理好 不過其實市民對於這個計劃 可能都還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以及對於內容、實施、執行、如何收費 都未必要全面了解 局長,可否有機會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計劃的簡介 比較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推行垃圾的收費 市民就會改變他的行為 為什麼會改變呢? 外國的經驗真的會 他們推行垃圾收費後 在五年的時候 垃圾產生量真的可以減到有兩成到三成 因為要收費 但如果我將裡面的膠瓶、膠盒、紙、金屬那些汽水罐 都拿出來 那些就做回收的話 就不用徵費 垃圾扔就要給費用 所以人們就會將那些可以回收的分化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真的會有一個效果 所以香港我們都需要推行垃圾徵費 去減少廢物的產生 以及推動我們下游的回收業的發展 要怎樣去收費呢? 我們收費的方式就是 我們跟市民來說 比較簡單 就是需要買一個指定的袋 才可以將垃圾放進去 然後才可以扔得到 因為你不放進一個指定的袋 將來那些垃圾車 就不會幫你收你的垃圾 所以你就要買一個指定袋 你買那些指定袋的時候 每一個指定袋就會收你0.11元 即是1毫1至1L1公升 所以平常用10公升的藥膜 收你過一一個 你就需要在於方面付費 大型的垃圾又怎樣呢? 大型的垃圾又有一個標貼 也是買11元 大型的你買標貼 貼上去就可以扔大型的物品 但有些可能是商業樓宇、商場 它不是用垃圾車來收 垃圾整堆夾到貨車上面 那些怎樣收? 那些我們就算重量 整個貨車去到垃圾站 我們轉運站或去堆田區 它就會秤重量收回那個費用 藥膜都是跟我們現在說 每一公升一毫一支 都是藥膜商業相似的 所以有不同類型收費 但市民現在記得一樣的 我要買一個指定袋 把垃圾裝在裡面才可以去扔 今年年底就實施了 局長 我們接下來會有什麼宣傳的方法 可以讓更多的香港市民 知道這個垃圾徵費的工作呢? 我們有幾方面的宣傳計劃 第一方面 其實我們已經在很多屋邨 推行一些先道的計劃 因為我們要用一個指定的垃圾載 來裝垃圾 把那些回收物分開來 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先道的計劃 讓那裡的市民可以習慣一下 我們接下來 我們也會用不同的渠道去宣傳 讓大家知道 我們會有一個垃圾徵費的推行 我們也會製作一些材料 我們會在一些學校 不同的地方去分發 但當我們快去到施行的時候 我們的經驗就好 做多少宣傳都好 市民都到了執行的時候 他們才會看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做 之前的講解 他們可能都未必會接收這麼多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半年到一年 我們已經叫適應期 在那時候 我們更加會派出一些外展隊 去到不同的屋苑裡 去教其他人 來怎麼做 有問題的時候 幫他們解決 這是針對市民的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的宣傳教育工作 需要針對什麼呢 清潔工友 物業的管理 以及我們收垃圾的員工 這方面 我們已經透過他們的工會 他們的商會 做一些上層的溝通工作 處理一些我們叫做指引 然後我們會繼續開班 來訓練他們不同階層的員工 慢慢去了解 我們將來在他們的角色裡 需要怎麼做 有一系列的準備功夫 局長我想跟你開另一個話題 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政府在2020年 已經開始了 透過一些社區回收行動 一些網絡 找一些非政府機構 幫忙做一些回收點 即我們熟悉的 六在區區的回收站 請問現在我們現在 有多少個這些回收站 在六在區區下面 我們有11個大站 很多時候真的叫做六在區區 我們有31個綠色便利點 在不同的社區裡面 好像現在的便利店 那樣的方式來運作 我們還有120個 我們叫做流動的收集點 所以加起來的話 我們也有160多個 在這些不同的地方 來收集回收物 有些回收點 都有些大街大巷 以至乎都在地鋪 其實過往可能都因為 一些不同的原因 例如租約到期 以至乎搬遷 它就會有所變動 剛才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有31個回收便利點 以及120個流動點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本身有一個網絡 你可以說 絕大部分的居民 在住的地方附近 都應該會有一個回收點 但我們在今年3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20個回收便利點 他們的合約是到期 所以它就需要我們 透過招標的形式來做 當中有9個新的機構 去取得我們的合約 在轉接裡 有些回收便利點 需要轉一些經營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 我們透過一些地區的宣傳 一些資料 讓我們知道新的地點 會搬到什麼地方 剛才我講過120個流動點 我們都會在同樣的地方 來做收集 希望對於有搬遷的地方 那些居民來說 它的影響都可以減到最小 今天再一次 多謝局長 接受我們為了訪問 我們跟觀眾再說一聲 拜拜了好不好 拜拜